23号的上午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和吉安乡公所 召开推动社区失智老人的共照会议 由吉安乡长游淑珍主持 他提到自己是失智老人患者的家属 能够深刻的体认到 照顾失智长者所耗费的心力相当的重 希望能够结合医疗单位以及社区的资源 让民众能够获得更好的失智者照护协助 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与吉安乡公所召开 推动社区失智老人共照会议 慈济医院失智中心主任表示 目前全花莲县共有五个失智共同照护中心 由各案管理师提供服务 可协助确诊与连结相关资源服务 另外也延伸33个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让55岁以上疑似及轻度 轻度与中度失智症者有机会走出家门 补查之后 九成的失智个案都还在家里 由家里面的人照顾 或者聘请外籍的看护工在家里面 那为什么就在家里 因为他们可能在取得资源上面 不是那么的容易 包括年长者 失智者也有慢性的疾病 那要出来就医其实也是一个 不太容易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变成主要在社区里面 让社区民众更认识失智症这个疾病 那只要失智的个案走出社区 它是安全的 社区民众会主动提供协助 那这样子在社区呢 让民众普遍认识这个疾病 那社区其实提供我们居民 很多生活上面的资源 就可以主动提供协助 举例子如果我今天要就医 我可能不太方便 要自己开车接送 我们可以连结社区的交通服务 我们可以连结计程车的一个接送 那如果他要购物 可能进去到这个便利商店里面 不知道我要怎么选购买东西 怎么样的去拿钱去找钱 那这个店员可以主动的去帮忙 那这样子就把他的所有的生活 资源串联到跟他的一个疾病 在家里面的照顾 桀案乡长游淑珍在讨论会议过程当中 也以失智症患者的家属表示 办理据点主要特色是协助家属提供服务 与专业稳定的照顾团队 让失智症患者可以安心的照顾 让家属能够更获得完善的照顾资源 实际要讲的是在我们民国 去年109年 我们在70岁以上 我们所编列的预算是7800个 70岁以上的长者 可是今年110年 我们编列的是8400个 从7800到8400人 大家就可以知道在吉安乡70岁以上的长者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数率 所以开启我们银马族的友善的执行服务工作 是我们吉安乡在社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吉安是一个世信移居老人安养退休所选第一名的乡镇 花莲又是我们快乐层次的第一名 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的老人的福利 还有我们信邻主任长期在做的 失智老人的这一块动作 在环块的图里面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谢谢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村长 我们所有专业的团队 给我们开启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的光环服务丸 而华联慈激医院共同账户中心 会依据区域性与长者期待 转介个案给乐置据点 提供专业医疗咨询以及在地服务 也透过陪伴游戏的过程当中 活络刺激脑部机能 营造失智友善的社会 记者林杰坚相似方报道 教兴